如图,第一个六边形被整个都涂上了粉红色,代表单位一。 请问剩余图形中哪个六边形的涂色部分表示三分之二? 我们需要找出涂色部分面积占整体的三分之二的图形。 我们先画一个六边形,并把它平均分成三分。 一、二、三,每一份占整体的三分之一。 题目要求涂色部分占整体的三分之二,那么就需要把三分中的两分涂上颜色。 一个三分之一,两个三分之一。 最终,三分之二的部分被涂上了粉色。 然而,这些六边形并没有被平均分成三分, 而是平均分成了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,共六分。 请问六块中有多少被涂上颜色才能表示三分之二呢? 我们可以把这个六边形平均分成六分。 也就是把这三分都在对半切,总共分成六分。 现在,六分中涂几分才能表示三分之二呢? 如图,涂色部分和刚刚一样没有发生改变。 总共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。 四分被涂上了粉色,所以六分之四等于三分之二。 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找到选项中, 哪个六边形被平均分成了六分,并且有四分被涂色。 它也就相当于三分之二的部分被涂了粉色。 首先,我们来看这个六边形。 六分中的四分被涂上了粉色,所以这个图形中被涂色的部分表示三分之二。 这个六边形只有两分被涂上了粉色, 所以图中被涂色的部分占整体的六分之二,而不是六分之四。 继续,这个六边形由一、二、三、四分被涂上了粉色。 六分中的四分被涂色,所以这个涂色部分也占整体的三分之二。 最后一个六边形。 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分被涂上了粉色。 同样也是六分中的四分被涂色,这个也表示三分之二。 继续,现在再来abet识了粉色。 同样也是一 disadvantaged你Que七分之二的呀。